接下来关心的是在高雄市桥头区 明德新村 从去年10月份开始 突然之间出现了好多的小黑纹 这民众只要一出门就会被钉 这个还有一个六个月的大婴儿 这个baby 因为小黑纹飞进了耳朵里头 造成了化弄的情况 详细情况赶快连线给记者黄顺阳 来告诉大家顺阳 是主播各位观众 高雄市桥头区明德新村 从去年开始 附近民众被无数的小黑纹钉得满身世包 多次向市府反应还是无法解决 民众只要一出门 没有衣物遮盖的地方 几乎都被钉 我们赶紧来听听小早的访问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民众的手上 都是一颗颗被钉的红肿伤口 不少民众还因此出现严重过敏反应 就医外肤药物也无法止养 必须靠口服药物治疗 甚至有一名六个月大的婴儿 因为小黑纹飞进耳朵造成化农 差点住院 目前军方已经准备要喷药 皮肤科医师也表示 如果被钉咬可以用冷水冲 冰敷或者擦拭药物治疗 尽量不要用手抓 以免皮肤破皮造成感染 以上现场为您掌握最新情况 镜头还给鹏内主播 好谢谢顺庸带给我们最新的消息 如果真的不小心被钉咬的话 千万不要用手乱抓 好啦最好是用冰肤来止痒了 只要是用冰肤来止痒